据媒体报道,中原将于2月5日结束维持21个月的国防任务回归社会 中原入伍当时的预计退伍时间应该是2月15日 这笔预计时间提前了10天 去年9月,韩国政府表决通过了文在寅总统的大选公约 现役士兵等的兵役时间缩减案 根据缩减案,从2018年10月1日退役的士兵开始适用于兵役时间缩减法案 中原是2017年5月16日入伍的,兵役时间减少10天 非凡娱乐时事报道